女性宋祖儿在上个月底被前员工举报逃漏税 高达4500万人民币 消息曝光后迅速登上热搜榜首 宋祖儿的前经纪公司火速发声明撇清 关系表示没有发现旗下员工举报宋祖儿逃漏税 而且公司与宋祖儿已经完成合约关系 对方在2020年10月之后 这由其本人及家人管理财务资料 虽然国家税务总局针对此事的调查结果还尚未出炉 但不少网友发现 包括北京卫视在内的五家卫视官方微博 已经删除了宋祖儿相关的内容 疑似开始走封杀流程 目前宋祖儿的代播剧总罗斯部 都是搭档人情男性演出 但是依照现状看来 这些作品很有可能被禁播 让网友们纷纷感叹直呼 宋祖儿要被退圈了妈真好可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